所以我和蔡韻芝 今次是以學習的形式去參與舞台劇 不要小看她 雖然是其中其中另一位演員 但其實她自己也是一個老師 所以我們兩個是非常謙虛的 這兩個人是很快的 起碼聽得懂發生什麼事 然後看著一步一步跟著老師追蹤她 如果你說不同 她每天都很開心地在玩 她真的很享受每天吸收新的東西 這是在想事情 她會想回去試 第二天她試了一些新的東西 老師說不要錯了 但她又會再來 她會想回去 主題應該是關於選擇 因為這個概念從頭到尾 有很多時候 命運的構合 好像覺得不能選擇 為何我會走一條這樣的路 為何我會認識一個這樣的男人 你可能會覺得沒有選擇 但其實每一步你都可以選擇 你在想這個男人選不選你 其實你都可以想想自己又選不選他 其實他們的戲裡經常說 一種存在價值 很多執著的時候 你不肯放開 因為一放開了 你好像覺得自己不存在 沒有價值 我們就把自己的存在價值 放在別人上 放在一些 放到明顯會失去的東西上 那好像這個戲 要告訴我們 你怎樣找回自己的存在價值 然後就做到你的選擇 經歷了幾多事情 因為每個人都不同 你很難 你很難只是想想 我每個人都一樣 總之一發生這些事 我就離開了 你很難地去衡量 你才提到那個人的感情 是的 是的 有些真的是 早走早著的 因為解脫了 你被罵我就不走了 簡直是多謝他 先放手 我想應該有 善養費和身家的分成 要考慮 不是 有時候有些事情 很突然 殺你一個措手不及 你是之後想回才覺得 早知道就早走早著 我是沒有安全感給別人 我是和恐懼很朋友 每天都一起生活 有些人經常說 真正的自由就是不需要安全感 我不是的 我會做很多事情 令到自己覺得安全 我覺得我不是經常在想 去解釋一些事情 其實這是一種恐懼 你要抓緊一個解釋 我要想通那件事 想通我就不用怕了 因為我是老虎老妻 雖然 但是 如果你硬要搞安全感這件事 你只會失望 因為婚姻和關係是不能解決的 只要不停地變才會 變幻才是永恆 如果我不讓她變 我們兩個就 很有安全感在一起的時候 那就會死的了 我們只會勒死對方 或者我會越來越討厭她 所以我們要一起變 或者你變 我們會接受互相變 而當你接受互相變 他去到那邊 你補回那邊 他去那邊 我補回那邊 你就永遠都得到平衡 而那個安全感 是在於 我對我有信心 我對他有信心 我們兩個都隨時可以變 對方變得你 是一個你不喜歡的 那我不是都接受 我變成有一天不愛他嗎 時間是殘酷的 因為它是真的會令到 人會變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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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 嗯 幸運 是啊 隨便吧 都過去了 都過去了 過去了 過後每一個時刻 和上天安排不同的人給你 都是有他的原因 這一刻是就是 是啊 現在是就是 我一個小補充 一隻醒器 我之前在書上宣佈分訊的時候 我寫了一封信給自己當時的美婚夫 當時她是我男朋友 那裏面有一句說話 我現在偶爾便會想起 就是我不會嘗試去改變你 嗯 那這個是有時候 尤其是在發文診的時候 你很想說他 但我不是嘗試去改變他 我不是要將他模特 自己覺得好那個人 在顷面 那麽 我那兒 那片子 他不認識 的